本欄目由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慎片赞助播出 神威牌似物合计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 扫描二维码注册凡人游喜会员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 8805报名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百分百十名认证高达80%匹配度总没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就来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 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VIP会员 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拨打8805 8805 还可获专业红粮的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你的爱情 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加入我们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游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每晚八点 真诚相亲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可获专业红粮 我们等你 他今年三十六岁 因为这样的原因单身至今 扮得去我们朋友的手法 我是属于外貌社会 他今年二十六岁 则偶要求看重这一点 特别特别强的周恩兴 初次见面他们彼此印象不错 第一印象让我很惊艳 还蛮高大的 挺干净的看起来 而亲友团却说出这样的担忧 男嘉宾能否迎刃而解 不是很活泼那种 因为他也是那种 我就怕他们两个可能性格 聊天中男嘉宾提出这样的要求 女嘉宾会如何回答 相处过后 女嘉宾仍有这样的担忧 男嘉宾会如何化解 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相处过后 会不会有年龄像的问题 最后男嘉宾大胆告白 他的真心能否打动女嘉宾 我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 希望我们能够三四三四的桃花 尝尝就就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爱情考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员约翰 现在参加凡人游戏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首先要感谢上药集团 好护士牌强身片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 陆荣等 到底要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同时要感谢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 好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 男嘉宾36岁了 但是他至今为止 只有一段感情经历 而且是发生在自己 20岁左右的时候 那这么长的时间 他的感情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他到底是对自己 以前的那段恋情 念念不忘 难以释怀 还是有其他的 什么具体的原因呢 那这样我们先通过短片 来认识一下他 来 有请今天的男嘉宾 还有他的亲友团 来 欢迎欢迎 你们好 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吴颂 是今天的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吴颂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今年36岁 身高1米77 我现在从事于销售工作 我的月收入 大概是在8000到1万 本期热门男嘉宾 吴颂36岁 身高1米77 职业 销售 月收入8000至1万元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好 我是吴颂的兄弟和 我对吴颂这个人的 评价就是人很好 也没有一些不良的爱好 工作 认真负责 对家庭也很有责任感 是一个会成熟稳重的好男人 我有个一段情感经历 大概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对方的父母不是很同意 由于我的家庭条件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说到这段感情就分开了 大概一起相处了有两年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是 年龄大约在25到30岁 身高1米6到1米65 然后性格能够活泼开朗 是一个持家的一个女人 其他就没有这样子要求的了 男嘉宾则有要求 一 年龄25至30之间 身高1米6至1米65之间 2 性格活泼开朗 孝顺持家 为什么你看前一段感情 刚刚自己说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到现在算下来 多多少少有十几年了 都没有谈恋爱吗 中间有出过一两个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性格不和吧 所以在你的内心里面 虽然接触过一两个 但那不算真正的恋爱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的感觉可以说一下吧 我觉得应该是你太挑剔了吧 那一点我承认 确实是 我按照我们朋友的说法 我是属于外貌协会 总觉得好像要找个新女啊 感觉好像才可以匹配 但是现在也往往性事是残酷的 直接给它随便 所以说我也不得不得想性是低头 那现在这个年龄 就是想平淡的找个人过日子 还现实一些 还是继续憧憬爱情 还是爱爱情最重要 这个肯定还是要有两个的感情技术在里面 所以说我还是想能够寻找一个 互相至少第一眼彼此有好感 然后第二个要能够在 国际的性格上面一个辅助 性格想活的话是比较值得长远的 是的 现在听她说话都特别理智了 应该是 以前的那种稚嫩和冲动减少了是吧 对对对 朋友来说一下她以前对待感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给你们的 我觉得她主要还是以外卖为主吧 但是现在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嘛 还是要显示一点 找一个性格啊 能够活在一起 能够一起走下去过日子之年 朋友给到的建议是这样 但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颜值这一块还重不重要 颜值这一块现在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 只要是看得过去一般就行 但是据我看在你的择偶要求里面对于女生的年纪也有要求的是吧 是在25到30岁吧 为什么划定在这个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里面呢 她已经慢慢的思想啊 然后她的那个整个观念呢都应该是比较偏成熟的 我的工作当中也很少接触一个旅行 所以说这都是我凭我自己的一些想象的分析 应该是在各个方面呢应该是气候 所以说我才会顶到下一个年纪短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迷途知返的不是浪子 是一个眼控 曾经有过一段恋情都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十几年过去了 难道她一直在空窗戏吗 我觉得那应该是那些短短的恋情都没有被她官宣 因为她就是一个非常在意外形的人 可能生活的教训告诉了她 确实找不到什么美人 因此降低要求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而且她提到了自己的择偶要求 我听了一下 我觉得她应该还是一个眼控 大家注意一下 但凡是自己的年纪不小了 但是找另一半 她把底线定得比较低 比如说比自己小十几岁以上 然后上限比自己还是要小 那么四五六岁的话 那么她肯定是喜欢青春靓丽的女孩 而且对身高呢 也是有比较具体的这个要求的 通常都是严控 那么男嘉宾到底来到节目当中 是有所改变呢 还是仍然坚持自己的资深严控的路线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女嘉宾的颜值 大家好 我叫李亭秀 今年26岁 身高1米56 目前从事的行业是餐饮收银 工资是3000左右 本期任务女嘉宾 李亭秀 26岁 身高1米56 职业 餐饮收银员 月收入3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就是我闺女呢 她性格比较可能慢的吧 然后平时也比较文件 相对跟我来说 她的性格应该会比较早点喜欢点吧 平时她的兴趣还好呢 就喜欢追星 她比较追往一步 然后还有就是 还喜欢卡尔绝 然后最近我们两个都迷上了花花班 然后我们喜欢的项目 都比较可能 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点吧 然后不晓得当何男嘉宾 就听说年龄 不晓得她能不能接受 那在闺蜜眼中 文静内敛的女嘉宾 又有着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之前教过比自己小一岁的 然后是因为她追得比较紧吧 可能就年龄小吧 就是地点 然后有点不成熟 不上进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希望找一个比自己稍微大一点的 十岁左右都能接受 身高的话 一米七五 高瘦高瘦一点的吧 希望她有责任心 上进心 然后特别特别强的责任心 女嘉宾走舞要求 一 年龄比自己大 十岁以内都能接受 二 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身材高瘦 三 有责任心和上进心 好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外形 五官 是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身材的比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女嘉宾的个头并不高啊 她只有一米五六 可是呢 整体的形象看上去很不错 只是 男嘉宾之前是说过的 要求女生要160到165以上 那么女嘉宾的身高 跟她心目当中美女的身高 可能是有一点点差距了 那么男嘉宾见到女嘉宾之后 会满意吗 我们再看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每一条男嘉宾倒是都能站得住 那么就要看两个人见面之后 是不是能够有演员 有点懵现在是吧 那个女嘉宾呢 就站在我们的正前方 但是有两位女生 她带了闺蜜来现场 所以现在靠你的判断力和直觉了 有点懵了 这样第一个考题来了 觉得哪位是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就过去拍拍她的肩膀 做自我介绍认识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先偷偷地跟我讲 你直觉会是哪一位 戴帽子 我不知道自己去介绍答案 我直接过去 直接去吧 走 你觉得怎么样吗 这种外形 我拍了之后我介绍过 你说自我介绍咱 哦 你万一说错了 我发发你 万一说错 说错了就很尴尬了呀 自己想办法挽回呀 哈哈哈哈 觉得怎么样吗 这种女生 可以 来 你自己笑 我俩在旁边给她当亲户子 来来来 拿吧 你笑 酷 hearts 咳 吃 不要怕 好 好 对 就 算载 squared 你好 我就不怂 让闹人 喂 有点紧张 有点 第一下就认出我是你嘉宾吗 我还蛮开心的 我叫吴宋 今天36 然后身高一米77 要不要给他选 你要先确定他是不是女嘉宾 你是不是女嘉宾 来给他点掌声 回来回来 心跳加快 心跳加快 女嘉宾背对我的时候 我第一次陪他说实话 我心里没得很肯定 我也是凭我的感觉 闭着眼睛 我再拍到他的肩膀 转过身来这个真的是他 所以说还是挺开心的 好 来 两位站到我旁边来 来 让我们男嘉宾也缓一下 我都感觉到你的紧张了 现在整个空气都是非常紧张的 你知道吗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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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你做了自我介绍之后 这个女嘉宾叫什么 也没有问问人家 我老婆一瓶空背 我都不喜欢管他 好 女嘉宾也跟他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咱们互相认识一下 好吗 来 我叫李亭秀 李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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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女嘉宾转过来的第一印象 让我很惊艳 她的外形还有她的整个条件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你是不知道 刚刚我们在身后给她出的考题就是 两位她来用直觉来判断哪位是女嘉宾 在后面那个手啊 其实她第一反应是你 但是呢 那个手还是犹豫了一下 是吧 对 为什么会犹豫 心里面不敢肯定 因为 没有信心的 但是最后还是坚定了 最后还是坚定了 我想不管能够多了 我先拍照再说 她不是有一种感觉 觉得 这是一种感觉 心里你相同吧 好 好 来我们这边闺蜜也说一下 看到 转身之后看到男嘉宾后 你觉得男嘉宾的这个 先从外形上来判断 跟你的闺蜜感觉如何 还好吧 她压根就糊死我了 她都死一看 她说对我不死了 闺蜜 我跟你讲 她就直接对着她 对着她 怎么解释 她根本都忽略我了 你把我来手啊 目前 糟了 闺蜜很难受 怎么办 闺蜜在现场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吗 对对对 看我红好点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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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要求 今天跟我说就是 好 然后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转身那一刻 内心的感觉是什么 身高够 还有呢 还有没有其他感觉 外形蛮干净的 外形也可以 亲友团 你看到我们这个女嘉宾之后 觉得怎么样吗 可以 我觉得蛮有福气香哈 哈哈哈哈 知道说的有点自卑哈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还是看后面的造化 这个究竟能够怎么样 还是看她们自己 她们儿人 如何以后 进一步的交流沟通 慢慢的相复人事嘛 好 今天的亲友团呢 都非常的称职哈 给你们两个人加鸡腿 今天中午 男嘉宾请客 哈哈哈 这个接下来哈 还是我们男生 得主动的安排一下了 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呢 应该还没吃饭吧 我们也去吃个饭吧 一直火起来 等等等你们 哈哈哈 你们今天出来了吗 十几点 你看你们喜欢吃啥子 大家一起 你安排嘛 我们先在困难站 你晓得了 女生嘛 十几个就随便嘛 都可以 那我们在商场里面去嘛 应该五楼就吃了 走 好 走吧 你喜欢吃啥子 我比较喜欢吃肉 我也是 都一样 那我们是先去找地方吃吧 可以啊 可以 吃哪里面吃新的你 一般的 一般 都可以啊 人太多了 你别人家里面还有什么 我的建议是 要不要来走 要不要先关了我 先去看人 还拿点人烧 没办法来 你看我们先把这个关了 关了之后 我先去看人 还拿点人烧 然后再带人烧 这两个 可以 看来男嘉宾非常体贴呀 决定先去寻找吃饭的地方 而陪在一旁等待的 男嘉宾的亲友团 此时也没有闲着 你觉得我们兄弟和宿伙吗 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可能多一点 不 这个实话实话 因为我们都是很实在的人 有点内向啊 对他不是很内向 他只是说有点汗 是很难学 能够说吗 他对一个 他心里面有感觉力的人好 他的表现得 就像今天这种表现 今天这种感觉 对 小说的是不是都特别会说 不不不不不不 不 我们是实实求是 从不说假话 因为他心里的确实还可以 只不就不晓得你对他感觉过来 可以接着交流哈 是吧 这个万一一不小心万一成了呢 你为什么那么极力的要推销自己的这个朋友 因为他年纪到哪儿去了 那应该大了 他看到我们都是成家的爷爷 他确实很激 而且的话他母亲年纪也不小了嘛 他跟我曾经说过两句话 他也是他父亲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希望在他落归根之前 能够看到孙子 那是他最大的要求 感觉你今天是就是 带着任务比他还要重啊 来到现场 任重而道远哦 我是带有失明的 所以看一下我们的亲友团 这操碎了心哈 背一包提一包的 还要关心女嘉宾 对这个男嘉宾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所以你是对女嘉宾非常认可的 我刚刚跟那个电视台里面说 看了那种感觉 我感觉是真的还对的 其实刚才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应该那个是女嘉宾 你怎么发现的 手不指的 刚才咱们弄的时候 太动了 然后很正直 她那个她的闺蜜都是很随意的 跟我一样 很紧张 其实大家都在有心 有心对吧 大家都有心 亲友团真是为男嘉宾操碎了心 那女嘉宾的亲友团呢 她对男嘉宾的印象又如何呢 我觉得今天的我们这位男嘉宾怎么样 感觉还比较热情吧 可能是 她应该是觉得我们闺蜜还不错吧 然后看她吃饭练习也很 就是到底头嘛也很叽叽 然后当然都看后面的表现嘛 因为我们现在才见面 我们也不了解 那你作为闺蜜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很担心朋友的这个终身大事的 是吧 准备一会从哪些方面去考察一下她 我就看她 就不是 不是很活泼那种 因为她也是那种 我就怕她们两个可能性格 就太相似了 等人看嘛 等人看相处 等人看相处 我们下来再说嘛 嗯 好的 显然闺蜜对两人相处 还是有点担忧的 那她们接下来的相处 还能顺利进行吗 那一般的时候啊 现在休息也不是能休啊 嗯 就两个人 两个人 上不天 休不天 上不天 休不天 嗯 别会的事情多 哎 嗯 我的事情其实也是比较值得 要是真有喜欢 还可以跟她们服装 一些服务业 我顺便跟她一起 你们是销售做的吗 销售 销售 什么销售的 化工产品 化工原材料 嗯 化工原材料 她其实她有点很好 喝喝酒 抽烟吧 要抽烟 你见面也抽烟的人 你不理解觉得 销售都是喝的 不那么饭乱醉的 不是 但是至少来说 可能要喝酒 喝酒不喝 不喝酒 我是一酒不喝 一般牛菜其实跟客户吃饭 就是大好酒 你刚才说你抽烟 你抽烟是什么 我抽烟不凶 其实我主要是 跑业务的时候采了一个 嗯 如果说你们后面在一起了 就是你会不会为了她戒烟 因为她本身比较戒烟 这个问题 哇我不戒 不行的 我戒你抽烟 但是我不会和你去戒 可以你去戒掉 对 我不会和你去戒 来看你自己 嗯 就是你自己觉得呢 反正我不喜欢 我也不会和你戒 嗯 当然如果说以后我们在一起 之后为了你的话 我会努力去戒烟 嗯 这是肯定了的 嗯 嗯 我自己去戒烟 哈哈哈 会太快了 说的 其实 其实我现在也好 嗯 很想消责的是 你对我的敌意 感觉是怎么样 坏的好的都可以说 没有问题 感觉跟我有点像吗 你说性格哈 嗯 是 其实我是属于慢热性 我的性格的话 是属于 呃 偏内向 但是由于我做一个销售职业的话 哈 可是我不能够理想 因为我要跟 首先第一 我就跟摩生 最快的时间拿进去的 因为我这个工作的话 也平时也很少接触遗性 基本上都是 那些老板啊 那些管理啊 都是那些老板啊 你应该知道嘛 哎 除此我在周边呢哈 基本上没有那只 一心朋友的 那你平时有那只 有空气色的话 有那只爱好啊 喜欢出去玩 女友 喜欢女友 喜欢女友啊 我就跟她经常 也不是经常嘛 啊 啊 这 金钱和时间上面 对 嗯 一般是 是在桂雷 附近 上一次就是 当中锁售角度 就是去了长沙 呃 其实我也去个黑的地方 那是现在由于 现在做一个工作的话 我现在都很少出去刷了 现在目前走在最近的 就是四面山了 嗯 因为我 你应该经常去拍吧 我那个有时候要 比如说四川哪鬼之外 都是跑到去重庆边边的 那些在这 都不会跑得很远 都是 呃 有时候出去的话 就是当天去 当天回来 但是早上要走得还早 哎不要干 嗯 但是我们以后也会贤 嗯 可能以前就是不安排 对头 今天来讲美女我们都不行 嗯 把所有的手上的工作 全部安排 如果来讲美女我们 那么强得不贤嘛 好 我觉得跟她的一些 兴趣爱话 还是比较相同 所以我觉得 应该跟女嘉宾 呃 呃 在某一些性格和爱好上面 应该是很合得来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跟女嘉宾 继续呃 呃 往下面整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彼此的印象是相当可以的 女嘉宾觉得男嘉宾高大帅气 确实两个人的年龄差是有的 但是男嘉宾因为这个外形的保养 还是很得当的 你看有头发没肚子对不对 所以就看上去 还挺年轻的 跟女嘉宾站在一起呢 很登对 而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呢 也很好 他也没有觉得你说你个子没有太高 没有符合我心目当中的最理想身高 而是觉得 女嘉宾的这个相骂外形 都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那么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呢 也没有聊到什么有矛盾的点 恰恰是两个人没有什么矛盾的点 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都很拘谨 没有完全放得开 如果相处的过程都是这样 不温不火的话 其实最后能不能相信是非常难以预料的 本人有喜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那女嘉宾和亲友团 此刻对男嘉宾的印象又如何呢 吃饭中她还主动帮我加菜嘛 我觉得还蛮细心的 就相处下来嘛 聊完天过后 我觉得我们俩的性格都蛮相似的 有点内向 有点慢热 她的性格嘛 就比较慢热 然后我就希望等一下那个男嘉宾 就可以稍微主动一点 然后带动她 因为等一下我都要走了 然后我把她一个人发挥符号 现在那个是因为这个闺蜜呢 提前要离开 她有事情就想跟你说一下 对对对对 就是我因为今天想要先点车 所以说马上要走了 然后就刚才你们两个相处 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发现 感觉你人还是就为人处置 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是就是我感觉 可能你们两个性格吧 都有点比较慢热是吧 我感觉你应该是没放开吗 还是比较害羞 还是平时就算了 然后我就希望等一下你们 就下午的时间啊 可以就再多互动一下嘛 就处境一下感情 毕竟要多接触嘛 对对对 然后希望你抓紧机会啊 好 谢谢谢谢 我就准备拆腿了 好好 好 谢谢闺蜜 谢谢啊 谢谢 对 依依不舍的表情 像你走了我怎么办是吧 嗯 其实这个闺蜜 刚刚叮嘱的这一点非常好 因为她吃饭之前 就跟我讲了她说 因为那个我们的女嘉宾呢 也是性格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要是性格再这样的话 两个人其实就不可能今天 沟通到很好的效果 包括你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比较枯燥是吧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内心 真实都是这样子的吗 可不可以 有没有另外一面让我们看一下 可能 对我是比较慢热的 然后刚开始结束比较拘谨 现在慢慢热起来没有 一点点放开吧 热起来了一些啊 男嘉宾要带动啊 你热起来没有 我已经很 已经起来了 已经在起来了 已经在起来了 有点油不能吃了 因为 刘嘉宾确实是喜欢内心嘛 后来 因为我遇到去 你晓得大部分的人 都是遇到去喜欢的 一些 会有一点点 那个放不开 但是慢慢相处下来 我想是应该 我自己的浪漫 应该是要更主动一点 但是你不要怪我的直言 不会哦 因为两个人在这里 还是有年纪差的 所以怎么样啊 两个人在这个兴趣爱好啊 平时日常生活的 这个交流活动上面 达到这种 可以互动的一个状态 还需要你多想想主意啊 没问题 这是我的人物嘛 所以接下来 给你出的第二道难题 就是怎么样 让女嘉宾这个热的程度 迅速地给她生起来 我陪着这个父亲 有没有什么游乐设计 有啊 你愿意玩这种 游乐那种 电玩城吗 还是游乐园那种 电玩城那种 你平时喜欢玩那些吗 找娃娃我找不起来 有人帮忙没事 反正可以去放松是吧 对对对 先放松 放松下来 然后把那个整个人的状态 热起来了再说 好吧 是 不知道这个外相的闺蜜 走了之后 我们女嘉宾接下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感谢少药集团好护士牌 强身片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路融等 到底要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抓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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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不不不不 不要 我没做 你看给我那个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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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抓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不行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抓蜜蜜 不行 抓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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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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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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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抓一个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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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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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我就不幸了 感觉还是那个好一点 那个要轻易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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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行 他抓蜜蜜 他抓蜜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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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抓蜜蜜 哇 哇 嗨 不用 不要 哇 你真的厉害 你特别厉害 你让我请喝一看 是 好 我们再去爆那嘴 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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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兴趣 我们挑战一下 这个大嘴 今天和旅嘉宾一起 在叠网城里面抓娃娃 还是很开心 虽然说跟他两个有年龄上面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今天跟他一起在抓娃娃的同时 能够很融洽 能够说到我们之间的一些距离 我们后面去电玩城玩了那个抓娃娃 我都好久好久没有抓了 而且我抓娃娃技术一直不好 然后今天还挺奇迹的抓了两个 他那个在旁边我们俩配合 我觉得我们还挺有默契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年龄差距 两人在电玩城玩得真开心 女嘉宾幸运地抓到两个可爱的娃娃 也让两人之间的氛围变得愉快和轻松了许多 好 两个人抓完娃娃之后 好像内心的那股激情和热已经被激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男嘉宾就提出了要趁热打铁 我们再继续地深入了解一下 不知道这一番了解之后 两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感觉出现呢 好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先来进一段广告 感谢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身片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陆融等到底要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我问一下你对另一半的话有没有啥是要求 比如说他的收入啊 其他的一些条件的话 我倒没有想啊 但是我最想的就是责任性吧 责任性 然后上进性 这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上进性我已经有了 因为你有了上进性就有收入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联名的一半呢 对对我一开始我一开始以为我们俩那啥沟通 可能会有一点困难的 因为怕因为年龄哈 对对 然后现在感觉也还好 你有房吗 房子我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因为我现在是在跟我父母亲一起在住 因为我现在的事业也比较繁忙 所以说我现在也是为了和为此而奋斗 你就可以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一起安建房子 首先我们认识之前 南方一定要有房子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遇到了那个人 然后他现在目前还没有能力购买房子 我们也会商量 两方一起还是南方先富首富 还是后面在一起还贷款这样子 如果我很喜欢很喜欢那个男生 我可能会这样子 他是不是最喜欢的 目前感觉 目前好像暂时没发现什么 还没发现 婆婆平平常常 但是有一点就是抽烟 那个都是一个收服是小事情 因为他有股份的 他是比较保守的 他不想带你勉强管理说的太多了 因为你知道做销售基本上他又高又低 他是最低 他根本是一个最低 最低收入 五七千块钱 基本上现在 基本上都是万万块钱左右 那就是收入 也就是还房贷 所以在双方那边 我们都了解过 你万多块钱一个平方 他还你相当也还是比较 没得压力的应该是说 他一年封着 一十多万嘛 然后收入有个十来万 以后加起来 就差不多进行三十万 就是你收入 就是看来见 没有得做的东西 这东西不是说我们这儿说了 后面你可以去看 你就会觉得说是家里 就觉得是便宜 原本关系的对吧 你家就你一个人吗 就我肚子 因为我妈儿还是退休工人嘛 现在也还是过得比较新鲜 也就是说家里基本上 那是负担的 我最新 你建议吗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他这个问题 最新不建议 很正常 以前我也最新 我最喜欢人是刘德华 我还专门为了他 我还专门去买到延长回力票 也是我唯一一个花钱 看延长回力的一个女性 对于最新来说实话 我根本没得任何的一些不好 或者是觉得很油脂 还没得没得 点都没得 我也想问一下 你的最新是哪种程度 买一些他的周边之类的 但是也没有那种特别的实践 对对对 比如说他代言的东西 对 了解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因为我在想的 单独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能够想想的 肯定是很喜欢 如果说他今天来重庆 你得上班 你可能要跳班去看他的亚洲 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和女嘉宾 继续走下去 有一点就是 刚刚在那聊天的时候 我感觉我插不上话 我真的想 他说到那个点的时候 我正想问个问题 然后他一直说嘛 一直说 然后我就很想 但是插断别人也不太好嘛 我就想等他说完了 我再说 结果等他说完了 我就忘了 他也能够聆听一下 我的那个想说的点 能够再细心一点 我嘴巴想要动的时候 那种欲望的时候 我希望他能够关注一下 对 能够关注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年龄的问题 因为我们年龄 还是相差的有十岁嘛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两个相处过后 会不会有年龄上的问题 那么男女嘉宾 经过了前一轮的互动之后 彼此之间的气氛 更加的热络了 聊天交流起来的信息 也比之前丰富了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听出来 虽然说交流的比较顺畅 其实是隐藏了三个矛盾点的 第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女嘉宾说的上进心 这个上进心是什么意思 很多嘉宾在择偶的时候 都会说到 我希望对方有上进心 其实这个意思是 我可以接受你现在的状况 不是特别好 但是以后你还是得有钱 慢慢的有钱 你不能让我觉得 咱们一辈子 就要过这种穷日子苦日子 那是不行的 所以上进心的意思就是 我需要看到你在未来 会有更好的发展和表现 那么这是第一点 男嘉宾显然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 女嘉宾的这个上进心的 一个要求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买房 男嘉宾倒是很开心 他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你说好多女孩子 一说到结婚 都是我要求男生有房子 但是我们女嘉宾说 我是愿意跟男生一起买房子 一起按街的 可不把他乐开花吗 但是女嘉宾说这个话呢 是有一个前提的 那就是我要很爱很爱他 确实要非常爱你 才能跟你一起去吃苦 那么男嘉宾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有没有魅力成为他 很爱很爱的人 那么第三个矛盾点呢 就是尽管男女嘉宾的这个外形 看上去很般配 但实际上还是有十岁的年龄差 女嘉宾因为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她一直插不上话 你会发现男嘉宾说话的 主动性要强很多 那么让女嘉宾对以后的相处 还是有一些隐约的担忧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这三个矛盾点是否能解开呢 让我们看一下男嘉宾的表现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显然经过一番深入了解后 女嘉宾现在还是有些担忧 而得知这个情况的男嘉宾 也并没有因此退缩 她的亲友团 也准备帮自己的好兄弟加把劲 因为年龄那个问题 你觉得你跟母亲之间 相差十岁对吧 但是其实她的父母亲 也是刚好相差十岁 但是他们母亲 我也经常紧紧楚楚 我感觉还是蛮好的 生活得很和谐 她起到一个大哥哥 像抱负小妹妹一样 那种日子是可玩 可鱼儿不可求的 其实男儿如果说年龄上面 她比较大个十岁或者是八岁 但是她也许给你的那种心理年龄 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水平里 所以说在那一块的话 我觉得年龄真不是问题的 而且后期跟她接触 交流相处下来的话 也许你也会发现那么个问题嘛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她说她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谈过一段恋爱 这么些年 然后遭了吗 路路续续 中途也有人跟她介绍过 但是都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双方也没有联系 因为我们这个兄弟和服装 她人确实真的很好 你可以事实跟她接触 教你也好 反正各个方面 但我看来是比较完美的 所以说她是认真地对待 这一次相亲事情 我觉得一天相处下来 还蛮愉快的 至于后面还需要后面的了解 然后等相处了才知道 然后慢慢相处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今天呢 即将到结尾的时候了 两个人马上进行最后的选择 其实今天一天相处下来呢 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 其实两个人相处的都非常愉快 特别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亲友团了 也是非常的给力 给到两位营造了一个很好的 这个相亲的氛围 我现在想问一下女嘉宾这边 就是对于你自己最后的 提出的那两个问题 现在心里面就是说 有没有好一点了 有答案吧 有答案了 是吧 男嘉宾这边呢 其实我相信自己也有一些话 在最后来要对女嘉宾说 是不是 好 我再给你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们做最后的 告白好吗 来 今天和女嘉宾相处一天 还是很愉快 我个人觉得年龄和所有那些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我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 然后就是 希望能给彼此一个机会 满步人生路 不 一路走下去 继续交往下去 道具一号 那是我什么心话 希望我们能够 三四三四的桃花 长长久久 刚刚买的 想给你一个惊喜 好 来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女嘉宾 其实 这个要不要伸手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定格在瞬间 我说一下最后的选择规则 很简单 如果女嘉宾愿意选择牵手成功 就接过这一束玫瑰 如果说选择牵手不成功 礼貌谢绝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 我数三二一之后 给我最后答案 好 来了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 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三二一 女嘉宾请选择 男嘉宾紧张的现在啊 来靠近一点了 可以靠近一点了 可以靠近 牵手成功了 虽然女嘉宾最后迟疑了一下 那还是接过来了 既然相信成功了 就好好享受 现在当下的这种喜悦 好不好 本来呢 我们一般最后 是有一个非常幸福 和甜蜜的 但现在我觉得 可能那个两个人 还放不开 因为这个关系嘛 还没到内部 这样我们用这个娃娃 一人一个好不好 做个亲密的动作 凑在一起 好 祝福两位 可以牵手成功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亲爱观察员 飞塔 男女嘉宾最后是牵手成功 但是我们注意到 女嘉宾在接过花的那一瞬间 还是有一点点 小小的犹豫的 确实从此以后 就要开启 与大叔在一起的征程了 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矛盾呢 或者是有怎样的开心呢 我们都未可知 那么女嘉宾觉得安慰的一点 应该是男嘉宾的父母 就是年龄相差比较大的 这样的夫妻的组合 也就是说 男嘉宾从小而入莫然 就知道这样的 年龄差距的夫妻 是怎样在相处的 那么就祝福 他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走得顺顺荡荡去 克服掉年龄差 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好 非常开心 最后我们的男女嘉宾 可以牵手成功 再次地祝福他们 那在这里呢 我也要提醒我们 电视机型的单身男女朋友了 如果你也像 像我们这个男嘉宾这样 期待这样 奇妙和美妙的 情感之旅的话 就可以拨打 凡人游戏的热心电话 8805 8805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 上耀集团好护士牌 强身片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路容等 道地要才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同时要感谢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的 大力支持 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她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主厨 她是来自贵州贵阳的女保安 两人远道而来 相亲初见面 他们印象大好 我在吃满意的吧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吧 不料年龄竟成为 两人矛盾的导火索 你实际上多少吗 我实际上20岁 你介不介意 介意啊 你22岁 23岁你还介意啊 男嘉宾口是心非 他介意的究竟是什么 你到底是介意什么 我都不介意了 两人最终能否坚守成功 凡人游戏下期为您精彩呈现